真的好可怕 本来讲中国大陆的疫情 现在几乎都已经是淡化掉了 疫情趋管之下 产业陆陆续续也都复工了 结果传出来战务危机吗 来 中国民间的车贷 来 现在请上来 车贷拖欠比率 历史新高 未来六个月更加的恶化 闲见中国大陆有些的产业 已经有一些的债务导债相关问题 对 我想这一题 如果不是瑞涵帮我们追 我们还真的不清楚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中国大陆的债务问题 从去年乃至于最近三年 是越来越严重 但是现在因为怎么样 疫情虽然趋缓 但是中国债务是三大风险 我觉得这个未来绝对要注意 那说它到底有什么风险呢 其实我们先从第一个大风险来看 我们用一个比较什么 宏观的角度 其实去年整个中国政府的债务 加企业的债务 再加上家庭的债务规模 是GDP的303% 恐怖 对 那这个是最新的数字 这是2020年才刚刚公布的数字 GDP的303% 你知道什么意涵吗 中国大陆国家total 人民整整上上下下 总收入才100 结果负债300以上 对 而且这个数字是 在全世界算高的 那美国也才很重要 才100左右 所以中国大陆的整个GDP 负债占GDP是高的 那它的占全球债务 大概有15% 所以其实中国的债务 已经大到怎么样 不能够倒 因为它占了全球的债务的15% 那地方债务大概1.29兆人民币 那这个数字 其实你很难想象 它应该叫什么 天文数字 所以它大到很严重 那你说到底有多大呢 我举个例子 2019年就是去年 前10个月 违约的金额高达千亿人民币 再创新高 所以那去年的债务问题 就已经浮现出来了 对 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 其实它好像疫情趋缓了 但是中国的债务问题 其实绝对不是一两天的事情 第二个风险 就是完全是今年的数字 你说刚刚事实上 突然讲到 车贷资产的担保证券 我们叫ABS 拖欠率创下历史新高 大家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就知道 就是说车贷 我们去买房子 或是买车子 都会有贷款嘛 贷款怎么样 缴不出来了 这个叫做什么 贷款的拖欠率 竟然创下历史新高 那目的就把它分成两个 一个是什么 长天期的 31天到60天 比如说你担保贷款的时间 比较长的 它的预期还款率 0.39 你说这个还好 因为它的base是很大 所以这个金额 是很可观的 包含去年是多少 去年同期是0.11 然后近几年 还有到0.06 意思是什么 它如果从以前的0.11 来到现在0.39 这个叫做将近四倍 好 我把它讲个白话 让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叫车贷资产担保证券 我今天要去买车子 去跟银行贷款 银行佛心来着 就借我200万来买车子吗 当然不是 是拿你那一台的新车 去做担保 所以车贷资产 这个资产所指的就是车子 来进行担保 现在拖欠率 如果你真的还不了钱 拍摄你的车子 就变银行的车 银行会帮你卖掉你的车 来还你该还的钱 可是现在目的统计资料 中国大陆的车贷 竟然二月份的时候 本来我今天要还 我竟然拖了一个月 两个月才还的人 越来越多 拖的时间大概平均值 是这么长 然后到了时间 到了预期还不还款的 时间过了 今天该还 就你拖了一个月才还的 这些的比例 是不断的创新高 也就是时间到 还不了钱 去银行追缴的人 越来越多 对 所以代表说 其实这些买车 付不起车贷的人 越来越多 而且到今年怎么样 二月份的时候 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这也因为 封城封楼的关系 没工作吗 要在家隔离 才会导致这样吗 没错 就是这个跟封城封楼 有关系 那你说一到三十天的 预期还款率 2.12是持续恶化 所以一个是短天期的 一个是长天期的 所以你可以明显看出来说 中国的整个大环境面 其实整个政府的债务 企业债是严重的 那这个是属于个人的部分 消费信用的部分 其实也都会影响到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风险 这个是瑞涵很想问的说 那到底有哪些产业 哪些企业是比较严重的 好 那我就跟大家讲 大概是民企的部分 首当其冲 因为资金比较小嘛 再来有一些工矿业 甚至消费性的产业居多 大概是集中在这三方向 但是我就举了几个 这比较著名的例子 像钢铁厂 钢铁公司叫西王集团 你说西王集团看起来很厉害 它事实上是山东里面 它算不是一线的钢铁厂 它毕竟是二线的钢铁厂 我们待会再来看股价 对 那这一家是 这一家是有挂牌 但这家没有挂牌 叫天津物产 这又更厉害了 它是天津最大的国企 它是有史以来 应该讲说中国二十年以来 最大的国企倒债的 就是天津物产 好可怕 那你说天津物产在做什么 它是做大宗商品的 包含是铜的买卖 或是一些新的 一个大宗商品的交易 都是由天津物产来做 我请问一下 所以这两家公司 中国大陆的公司 都已经倒债了吗 已经开始倒债了 就是从2019年 事实上天津物产 在2019年4月份开始倒债 到12月份都还没有有效的化解 难怪之前听说 中国大陆的企业危机 债务危机已经重燃了 从去年烧到今年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张 现在麻烦了 因为我们台股当中 有很多连接大陆股市的ETF 那如果中小型的一些企业 公司随时会倒 这些的入股ETF 您怎么办 还有很多更连接 更多的是中国大陆的债 可能银行债 金融债 政府债 地方债 那这些又该怎么办 请说 对 我觉得现在讲这个问题 应该是刚刚好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其实感觉上 还没有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比方讲 大部分大家很喜欢投资 这个元大护身300正二 因为它是几乎所有 入股ETF的量最大 就是这一支 那它的追踪指数叫护身300 那你说 我如果投资 这个到底要怎么办 其实我操作的重点 给大家这样的建议 短线它的确是有点转强续爆 但是它如果跌破月线的时候 你就要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那这个是元大护身300正二 那甚至像富邦深100 这个部分来讲 它是缓不电高 那我觉得如果说 没有太大的问题 它可以续爆 但是我认为 季线附近要做一个八档 富邦深100应该是 大的股票吧 还是小的股票 它大概是深圳100指数 其实它不会太小 真正小的是这个 中小 群益深圳中小 这个是比较小股票 所以这个还算大的 这个还算小的 对 中小版的 这才算小 那我担心的是这个 那这个呢 对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 他们的现行 它其实也是慢慢电高 续爆 季线压力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说 现在讲比较好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沪深 深圳中小 00643 对 你看 其实它的现行不差 而且今天还拉出一根红K 当然因为 今天大盘不错 其实因为这是ETF 在台湾交易 其实后来的 入股的部分稍微走落 但至少拉出红K 这把它消掉 我讲的重点就是说 这个平台整理区 千万不要去跌破 如果跌破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做一个停损的动作 比较好 这个是ETF的部分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两档有关债的部分 是群益七中国政经债 跟元大中国债 三到五的 这是债的ETF 入债的ETF 对 那这个我都帮大家做年化值率 其实有的年化值率还不错 这3.2 这个1.49 但是我觉得这些债 我给大家一个证明告 就是以短不以长 就是说如果它真的破季线的话 我觉得都是要出 因为它现在看起来 如果我们看起来 它还算是不错 但是以我们刚刚提到的 三大风险来看 我觉得入债 未来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点 来我们秀一下00721B 来秀一下好不好 元大中国债 三到五年的中国政府债 但是中国金融债 对 跟大家报告 上次专家有交过 ETF 你还是要注意到量的问题 如果300张以下偏少 所以这个就是您刚提醒的重点 还有一个债 刚刚上面还有一档债 我们秀一下给大家看 顺便我最在乎的是量 这种100张 所以这个都还是要先避开 对 这种量太少的 还是先避开 好 感谢盛洁 非常谢谢您 今天又不是盛洁帮大家追 我们还不知道 原来中国大陆的债务问题 不轻 三大问题 来请看 大到官方大企业 小到车贷 以及包括了中小企业消费灯 都有债务的问题 再麻烦您 如果入股ETF 就算最近有在涨 可是如果价量配合不太对劲 或乘出什么 一些的债务问题 您就要多留意 量少的 那当然就要避开了 连接到入债的 不管什么债 ETF这些 麻烦您请小心 只为了保护您 不想让您受伤 那么明天您会受伤吗 林州请上来 明天台股您觉得该注意的重点 对 明天有个重点 第一个 美股最近是财报季 我们知道金融股比较差一些 那科技股可能优于金融 那最近的无基资产 能不能转为有基资产 这个可以后续来追踪一下 电子类股在最近 还是强于金融 这个态势不能改变 如果有转折的话 这个盘可能就有修正的可能性 台币的升值的态势 是还是持续抢势 这个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那再来最后指标股 明天法术会的台积电 还有人气王的鸿海 跟这个联发科 这三档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 好 我再跟您确认一个答案 您在解盘的时候有说 明天台股拉回修证的几率大 对 是 漂亮 它又对了 观众朋友 现在时间大概晚上 11点半左右 您看一下美国股市 9点半开低之后 盘下震荡 偶尔低幅还稍微拉大了 欧美股皆然 什么消息 昨天代表的深夜新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